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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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讲说张昭雄他有跟他谈的 张昭雄就说如果你能找到更好的人 我让你去 他就说他的意思 宋先生给我直接的感觉 他已经让我去了 让我飞了 你今天又拉回来说 还有可能回到张昭雄的身上 你真的笨了 真的笨 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去找 你一定会找不到更好的 找不到更好的 我这个老命陪着你 这个名字这样借你用嘛 就这样子 他意思是这样 我觉得笨的原因就是说 你当时候是觉得是这样 他后面解读又是这样 可能性又变得很多 千则百回的 你就会觉得说 我们常讲政治不要高来高去 政治其实像你们取许许新良先生 畅快凌厘嘛 对不对 我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嘛 你看我们刚刚谈到什么百万联署 跟25万联署 你为什么要设那么多关卡呢 又不是障碍赛对不对 那你已经有民调可以 你现在你复首 我们今天是9月2号对不对 对 登记是9月15吧 而且那个中选会说 登记联署了之后呢 副总统就不能换了 所以他去联署的时候 那个是谁就是谁了 对 他两个礼拜 你都已经某种程度做 有进一步的宣誓了对不对 那联署那个 那个现在还在拆来拆去 他昨天还 那天还是接受另外一家 还是昨天有讲 就是说 你看我不怪蔡英文啊 他那个副手那么难选啊 可是某种程度 你也很难嘛 你光是这两天 你到底是谁嘛 那之前我提一个讯息就是说 我们常跟譬如说有一些 我们刚刚提到一些测试们 上节目的时候 他们常会蹦出一些新闻 也是让你拆来拆去 他们之前讲 前两个礼拜讲说 有一个台独大佬 大家记不记得 对 就是说有一个台独大佬 关键时刻会跳出来挺宋楚瑜 我们以为只是支持他 后来我越想 越想 越想说是不是就是这个 李登辉吗 不是 我说再大 不会带过李登辉嘛 我们也拆来拆去 从陈郎山再拆到张灿后 连那个林毅雄 西文都拆了 也不置可否 结果后来我想 会不会是这个台独大佬 跟副手有关系 南部的 昨天宋先生已经说没有了嘛 就说你光是一个 因为你到底要不要 玩真的是真的啦 可能选假的 我打个问号嘛 你今天你是不确定性很高 然后你不确定那么高 你还叫我们副手 还那么不确定再拆 我说在上礼拜 就是很多人跟宋仙劝禁的时候 就说你不能再这样了 人民不接受的 一个是拆来拆去 一个是你到底要干什么 不能等 所以他才丢出百万连鼠啊 对 那也是时候到了 我是觉得真的 副手不是什么重要的嘛 重要大家洞见观战 是你宋楚瑜嘛 对不对 今天 昨天握手的时候 握到最后要送走了 他就握 我说宋仙劝 你可不可以再明确一点 就是一个政治人 我到底要干什么 他现在七十回啊 对吧 你真的学也遗憾 不学也遗憾嘛 就是横一刀 竖一刀 我们讲是不是这样子 就是已经变成 就是说 有点不耐久后 不耐久后 但我真的觉得 就为什么到了这个时候 还在说跟国民党的 协商门没有关 要协商什么 这个我补充一下 因为本来是有人讲说 希望马英九跟宋楚瑜 先来个党外初选 我刚也自首说 我也曾经 发表过这样的谬论 可是当时亲民党 都没有回应 亲民党也有一些 宋楚瑜提名的 立委的子弟兵在线 他们也都不回应 那就是说宋楚瑜 这种总统级的 所谓泛男机制 其实没有成型的 为什么秦京生这样讲 为什么昨天宋楚瑜 到最后 这个访谈会结束的时候 说我们辩论 我们推出出来 这意思是说 把这个炸弹 丢到马英九手上去 马英九今天如果回避 你不得来跟我谈 然后你也不跟我辩论 也不跟我做民调 那将来分裂 当然是马英九的责任 这种幼稚园的这种伎俩 他也好意思电出来 就从亲民党开始上电视 说要提名什么的 吵吵闹闹闹这几个月 我想请问大家 是谁不愿意谈的 当然我也不是亲民党 我也不是国民党 我们就用一个很中立的角度来看 是谁不谈的 亲民党不谈的 那现在说我百万人 我要连署了 你要跟我辩论 你不跟我辩论 你就是犯男的罪人 我请问大家 刚刚各位前辈也提到施敏德 施敏德之前 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 他说 有一段时间 他说要我去拉票 拜托大家投票给我 太委屈我了 嚣张到这个地步 那因为我们也都有 绿的朋友 只说没有绿的朋友 你去问绿的朋友 真的绿的 你说施敏德现在是不是绿的 施敏德是绿的吗 不是 你去问绿营的人 绿营的明代 党公子 或他们调话卡 你说施敏德 就是你们民进党的 你称的这边 可能不是 那你去问蓝军说 宋主席现在是不是蓝的 大家开始也会打问号说 这些问题 在几个月前是没有的 关于老宋的部分 那你这几个月要搞下来 他说你是蓝的吗 你如果真的是蓝的 那你说 泛蓝机制里面 来个辩论什么的 我也不是那么反对 那如果你已经不是蓝的了 好 那你的目的是 为了要反马 就跟施敏德 或是蔡英文一样 或是李登辉一样的话 主席我再度的呼吁团结 好 你们要团结起来 然后跟人民做个论述 那也不见得要用 民进党的招牌 或是欺民党 或红党的招牌 我们都是反马的 然后占一群这样 我觉得这样子 也许比较明确 他们不是为了国家 你刚刚讲许信良 那个我是比较反对 什么论坛什么的 他们要的是权力 他们要权力 不是为了他帮国家做事 如果对于宋楚瑜来讲 他的这个抛出来说 跟马英九这个辩论 他只是要达到就是 到时候你不跟我辩论 然后就是欠我 对 就欠我于不义人 你是罪人 如果只是这样的策略的话 亲民党这个算盘 也太艰险了吧 只有邱毅那个蠢蛋 所以说他要见请什么 马英九跟他辩论 马英九跟他辩 辩赢也输 辩输也输 我堂堂的指论 我谢任总统 跟你辩什么辩 你来跟我选 我要是马英九 我心灵放得很开 我这样干得要死 你都已经小马哥 辩成老马哥了 人家叫我去整容了 选上我继续让我连任 帮你们服务是你们的福气 选不上 反正总统卸任总统 也有理议 我顶多在干四年 我也不会迟迟点点 我就不干总统了 又怎么样呢 我马英九不会饿死吗 定期充满那么多 马英九是物欲也不强 也不会饿死 所以我要是马英九 我选上了 你看你送厨艺闹 我当然选上 我选不上 因为你送厨艺闹了 我才选不上啊 对不对 所以不要说亲民党门关 关上关不上 我宣布我把你关上 我不跟你讲了 只有你关 我自己关了不行 刘逸宏关了 我们的好好吃 硬派硬派 我就这样 空派可能听到 就觉得很压抑说 我们门不是很早就关了吗 怎么还没有关 关上赶快再去锁锁 犯了你们 你们不要把那两岛 那些善意给耗舍了 我们请好好聊聊天 我们请好好聊聊天